現在我們介紹如何將STL檔揮出成 Flux Studio 3D鏈機屬能加工的加工檔 首先我們打開Flux Studio 這個軟體你可以從它官網的下載 你用在Windows系統或者是Mac的系統 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STL檔做匯入 點入匯入之後你可以選擇剛剛的STL檔 接下來在這邊打開 打開之後你可以修改尺寸 按照不同的比例去修改尺寸 或者是做旋轉 因為有時候沒有辦法做出一個 在3D鏈的時候設計出的檔 不是在底下是平的 所以我們要做旋轉 那如果都處理好了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選 無殺國中這台3D鏈機是Delta 或是Delta Plus 所以我們要選成Delta 接下來我們在進階選項這邊可以選 這選主要是選你不同的加熱條件 或者是填充的條件 首先在一般的這一邊 我們看到手層的溫度 我們在這邊根據它的材料 設定定成YamaX2就可以了 不同材料可能有不同的選擇 你都可以跟老師討論一下 接下來從切層這邊 我們一個切層 因為這個東西不需要非常精密 所以我們給它0.25 0.25是mm 就毫米 也就是一個minimeter要印4層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的每一層圈數 這個實行層的層數 我們都把它設定成2就好了 2 實行頂部跟底部都設定成2 也要設定兩層實行的部分 其他的實行的部分 它用填充的方式來處理 填充的部分呢 它可以設百分比 一般來講 如果你長度要很夠的話呢 最高可以設到 當然設到百分之百 就是全部實行的 但是我們不需要這麼做 大部分像我這個長度要好一點的話 可以設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可以了 那填充的圖案有很多種可以選 那Delta這台呢 建議不要選自動 我們就用三角形就可以了 接下來看支撐的部分 支撐呢 通常假設你有斜角 或者是全空的部分 你可以設定支撐 on的部分把它打開 它可以幫你做支撐 那通常我是不太喜歡用支撐 所以我就選擇off 那必要的時候 你要設定支撐的時候 你可以跟老師討論一下 怎麼設定支撐比較好 好速度的部分呢 這邊設定 你可以看到移動 移動就是沒有列印的時候 它速度是100 這邊是每秒 每秒鐘走100毫米 也就是10公分的位置 10公分左右的長度 那像我們結構的部分呢 簡單來講 支撐的部分是60 速度算是很快的 那接下來是底層 底層低層呢 要讓它跟磁鐵面上 接觸的比較好一點 黏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用慢一點 也可以從10到15都可以 那這邊是預設15 我們用15就可以了 那10星層的部分 我們用60 就是裡面 內部的部分 它跑得稍微快一點 因為它只填充而已 那外殼的部分呢 外殼它分內層跟外層 就是我們剛剛講它兩層有沒有 10星層100%填充到兩層 內層呢 當然是別人看不見 所以可以快一點 外層呢 這邊用15 是讓它可以美觀一點 那如果你不是很在乎美觀 或者我們現在目前這個 成品沒有那麼在乎的話 你可以設定 40或35都沒關係 這邊設定40 那這樣就可以了 專家的部分 不要去理它 這是它已經設定好了 你除非已經非常專業的話 你可以去做一些適當的參數條件 那你千萬不要去動它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那你套用之後就可以了 套用完之後 它已經設定完畢了 你可以在這邊看 像預覽路徑 你看到它走路的方式 這個白色的它走的路徑 那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它吐出來的10星層 那橘紅色的部分 就是那個填充層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再移動它 你可以看到 再把它放大一點 你用滾輪再往前滾 再放大一點 可以看到 它這是中間的填空的樣子 是三角形的樣子 旁邊10星的部分 這是我們走的 就是兩層的10星的部分 OK 這樣到最後最上層 填充完畢這樣 OK 好 那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 這樣它會問你要儲存什麼檔案 那我們儲存檔案 給它之後呢 存檔 存檔呢 那接下來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直接把它 開始列印 它就可以列印了 或者是 你可以點我們的機器 把宜標板打開 宜標板打開之後 然後呢你點這個資料夾 第一次點兩下之後呢 它進到一個SD的資料夾 再點兩下 它進到Risen的資料夾 再點兩下 通常會把資料上傳到這邊 所以你可以點上傳 把你剛剛所做的檔案 用上傳的方式 讓它點開啟 它就可以上傳 可以看到百分比 上傳完畢呢 你可以點選你剛剛的檔案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檔案叫做 Wavehook 這個檔案 點兩下之後呢 它就可以跑出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列印出去 就這樣子 好 以上就是這個 SDO檔 轉成加工圖型的方式 那有問題 再跟老師討論一下